民众相当期待的振兴三倍券发放倒数明天要上路了 邮局就把握着最后时间带领团队再做演练 发放首日在明天是星期三 身份证尾数单数先领 各大邮局在当天也会公告发放量 先发号码牌给民众 而邮局也会规划 五天会用不同的颜色的号码牌来区分 避免说民众拿到了前几天排到的号码牌 隔天又跑去领会造成混乱 不过每间邮局的大小还有可承办的量不一 因此每间发放的数量也不一定 到时候恐怕又会引发明月 走一次演练流程 振兴三倍券发放倒数不到24小时 邮局严正以待 门口先审核民众身份证尾数 由于发放首日是周三 因此单数先领 各大邮局当天也会公告发放量 依据每间邮局大小不一样 发放的数量也不一定 这恐怕会引发民怨 就有人担心第一天会白跑一趟 还特别提前一天到邮局询问 在告示前看来看去还是看不懂邮局提醒想领劝 记得先拿到号码牌 没拿到的人下回请早 各邮局也会规划第一天发放的号码牌是绿色 第二天则是紫色 五天可能会用不同颜色来区隔 避免民众拿着前几天的号码牌 隔天又跑到邮局造成混乱 第一周预估领劝人潮最多 万一碰上邮局发完三倍劝 无劝可领怎么办 除了原本的邮寄除惠业务 再加上三倍劝业务 不管是现场领网络预约或是大宗预约单 各种动线要是没有好好规划 可能引爆三倍劝之乱 记者综合报道